闪婚交期太迷人 第136集 她很难过 夏末听到黎生的那句话 夏夏 你要好好保重自己 夏末的脚步顿了一下 他都那样伤害她了 她的心里还在惦记着自己 夏末的心又是一阵的刺痛 她没有停留 她生怕自己的任何一个迟疑 给黎生带来的任何一丝的希望 她应该拥有更好的人生 而不是在这里 黎生眼睁睁地看着夏末离开 鼻尖一酸 眼角一热 泪忍不住地砸了下来 嘴里喃喃道 小小 你等我回来 夏末走到转弯的地方 然后就用跑的跑了出来 都是她害的 黎生才会进监狱 也都是因为她 黎生才要离开B市 刘露看到夏末流着泪跑了出来 连忙过来扶住了夏末 哎 怎么了 夏末 夏末抱着刘露哭了好一会儿 很快她就稳住了情绪 我没事 就是觉得特别对不起她 她答应离开了 刘露拍了拍夏末的后背 你别太难过了 这对她来说 说不定也不是什么坏事 乔秘书不是说了 那学校一直都是没有盈利的 就算黎生坚持 也不一定能坚持多久啊 夏末抿了抿唇 叹了口气 找个地方给她打个电话吧 夏末整理了一下自己 刘露扶着她走出了警察局 顾临北看完夏末的资料 诧异的不能再诧异了 那个叫夏末的姑娘的身份 一般的不能再一般了 顾潇潇更是不屑一顾 看完资料的顾潇潇约了小闺蜜 心情愉悦地去逛街了 反正只要搞定那个夏安安小姑娘 自己就可以嫁给韩宇哥哥 顾潇潇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顾临北则不停地在乔曼身边 问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乔曼敷衍地回答 直到穆韩宇回来 他才算是解脱了 穆韩宇依然是一副冰寒 回到了办公室 他俊朗绝伦的脸 犹如照上了一层千年的寒冰 阴沉恐怖 他一回来 整个总经办的气温 立刻下降了好几度 总裁办的人立刻低下了头 生怕总裁那冰冷的眸光扫过来 但是顾临北还是不怕死地跟了上去 穆韩宇 那女的是怎么勾搭上你的 我本来以为你是禁狱系的 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样的桃花债 穆韩宇冷冷地扫了顾临北一眼 面无表情地走进了办公室里 在办公椅子上坐了下来 然后电话就响了起来 是陆局长打过来的电话 穆韩宇接了电话 那边恭敬的话语传了过来 黎生同意离开闭市 那夏小姐好像挺难过的 一直哭呢 穆韩宇的脸色比刚才更加的难看了 她的黑毛里蹦出熊熊的烈火 她又在为了那个男人哭 她的整个心都在那个男人的身上 就在穆韩宇挂了电话 把电话狠狠地扔在了办公桌上 砰的一声 把顾临北吓了一大跳 是谁打过来的电话 至于这么生气吗 顾临北嘟吶了一声 穆韩宇黑眸微眯 眼里的怒火呼之欲出 让人瑟瑟发抖 顾临北很不争气地打了个哆嗦 她感觉到自己好像踩到了雷池 看都不敢再看穆韩宇一眼 一溜烟跑到了沙发上去了 就在她刚坐下的时候 穆韩宇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穆韩宇盯着手机屏幕看了一会儿 是夏末打过来的 她是为了要给她求情来的吧 其实她本来就没打算关她多久 李生本来就只是打架斗殴 绑架的事情是不可能成立的 就如她说的那样 是糯米先打电话给她的 求她帮忙的 虽然糯米是着急找夏末 但也足以证明那个男人在她心里的地位 虽然她猜那个女人会为了这个男人求她 可是她真为这个男人求她的时候 她的心里就更加的不爽了 电话响了很久都没有人接 夏末的眉头越来越加地皱紧 她的指尖用力地捏了捏手机 她为什么不接电话 难道她反悔了吗 她不想放李生走了吗 直到电话里传来 对不起 宁波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夏末才丧气地把手机握在了手上 刘露察觉到夏末的焦急不安 伸手去握着她的手 笑着说 哦 总裁可能在忙 你一会儿再打打看 说不定啊 总裁现在在开会呢 夏末没有说话 但是心里暖暖的 都说日久见人心 其实有时候不用日久也可以见人心 愿意在你最狼狈的时候 一如既往毫不犹豫地站在你身边的人 也是值得珍惜的人 有些话不用说出口 用心感受就好 嗯 夏末点了点头摁了一声 看着手上的手机号码 又一次地摁了出去 办公室 穆罕宇的电话又一次地响起 据顾临北所知 能知道穆少电话号码的人屈指可数 而刚刚那个电话已经响过一次了 穆少竟然没有接 再加上这两天对穆罕宇的了解 那个叫夏末的女人对她来说太特殊了 而与其说她想潇潇给那个叫夏安安的小孩子当妈妈 不如说她更像是在负气 顾临北简直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她对夏末那个女人还真是好奇 顾临北看着穆罕宇那张颠倒众生的俊脸 擒着寒霜 英挺的健眉 直挺的鼻梁 紧绷的线条散发着冷力 顾临北很想提醒穆少一下 诶 你的手机响了 但是话还没有说出口 电话铃声又一次地消失了 当然不是中途摁掉的 而是手机响到一定次数的时候 然后自动没有掉的 随着电话铃声的消失 房间里一片的安宁 既像是刚被龙卷风刮过一般的安宁 又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穆罕宇伸出修长的手指 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包烟 抽出一根雕在了脖唇之间 把剩下的烟扔在了桌子上 然后又拿了一把打火机 齐长挺拔的身子 往办公皮椅背上靠了靠 然后扣开打火机 转了一圈 淡黄色的火苗就显现在眼前 穆罕宇看了火苗一会儿 然后把火苗凑近 叼在唇间的烟 吸了一口 口鼻之间烟气缭绕 脑袋里有轻微的麻醉感 顾临北微微地诧异 以前的穆罕宇是很少吸烟的 偶尔吸一根 但基本上是夜晚加班老累的时候 提提神的 基本没有在白天看过他抽烟 除非是偶尔在外面应酬的时候 顾临北的心更加的好奇了 他不怕死地拉了个椅子 在穆罕宇的办公桌旁坐了下来 吸烟要两个人一起抽才有意思嘛 一边说着 一边拿起穆罕宇桌上的烟 然后点燃了也吸了一口 一阵手机的铃声又一次地响了起来 穆罕宇在烟灰缸里点了点烟灰 拿起了手机 看了眼来电显示 然后关了机 他知道 他打电话过来要干嘛 为了那个男人求情 还真是弃而不舍 穆罕宇的剑眉皱了皱 脸色浮上一层的冰寒 他对她难道不好吗 明明就对她那么好 他却一再地挑战她的底线 这该死的女人真以为她有多稀罕她 随着穆罕宇的动作 顾林北感受到一股危险的气息 这电话很明显是那个夏末打过来的 穆罕宇为什么不接 还那么生气 顾林北实在是太好奇那个女人了 她的眼里闪过一道光 性感的薄唇蓝皮皮地勾了勾 是那个女人 穆罕宇幽冷深邃的黑毛 盯着一脸八卦脸的顾林北 顾林北被盯得头皮发麻 手都颤了一下 可是穆罕宇还是一动不动地盯着她 好奇心爆棚的顾林北 觉得还是保命要紧 赶紧陪着笑 不想说就不说 当我没问 顾林北笑得很尴尬 赶紧抽了一口烟缓解了一下尴尬 可是穆罕宇这个时候却开了口 她要替一个青梅竹马求情 虽然只是这么简短的一句话 但顾林北立刻从这句话里 听到了强大的信息 那个叫夏末的女人 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人 甚至跟那个男人有一定的奸情 而穆大总裁似乎吃了那女人的醋 把那个青梅竹马给送到监狱里去了 所以那女人现在要过来 求穆罕宇放了那个男人 顾林北简直要笑出来了 像穆罕宇这么个盛世美颜 不是应该引人犯罪吗 怎么还会有女人不喜欢他 还真是新鲜 所以穆罕宇这么直男 这么傲娇的男人 一气之下就想出 要给他的女儿找个妈妈的决定 实则更像是告诉那个他 他穆罕宇不是非他不可 搞了半天原来是在吃醋 顾林北终于把事情的经过捋了个大概 但这一切都只是顾林北自己的猜想 并未落实 穆罕宇周边的气温很低很低 顾林北都觉得手脚有些冷了起来 他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 呃 他要替他青梅竹马求什么行 穆罕宇俊郎的脸上布满了灰色 看着顾林北的那双漆黑色的黑毛 满是凛冽的寒光 他被抓警察局了 顾林北眼里闪过惊诧的神色 但只是在那一瞬间 顾林北 是你安排的 嗯 算是吧 穆罕宇点了点头 事情在顾林北的心里基本地清晰了起来 穆罕宇把人家的青梅竹马丢进了警察局 然后那个叫夏末的小姑娘要为他的青梅竹马求情 结果他越打电话 越坚持越在意 那位穆罕宇总裁就越吃醋了 你喜欢那个女孩子 顾林北简直就是脱口而出 穆罕宇听到顾林北的话 漆黑的黑毛像是一把冰刀一样扫了过来 那个不知好歹的女人 自己会喜欢上她 做梦 自己不过就是想逗弄她 不过是因为她是糯米的妈妈 所以才会对她有一些的区别对待 想起来还真是窝火 她怎么能为了那个男人说什么都愿意呢 顾林北的话一出口 就感觉到房间里气温更加的阴冷 感情就像是被冰冻了起来一样 顾林北扯了扯唇角 露出一副没关系 你可以不用回答的表情 心里是呵呵搭 就算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心里怎么下 就在顾林北还在怎么旁敲侧击的时候 乔曼在门口敲门 穆罕宇坐了起来把烟掐灭 办公室里都是烟味 乔曼还是面带微笑地走了进来 恭敬了欠了下身 哦 穆总 五分钟后有个重要的会议 穆罕宇点了点头 这两天心不在焉的已经落下了很多的工作 想着穆罕宇修长漂亮的手指掐着烟吸了一口 然后把烟掐灭在烟盒里 然后吐出最后一口烟 起身去了会议室 会议室的人刚刚到期 总裁也还没有到 有的人就忍不住窃窃私语地聊着天 总裁该不会又不来开会吧 昨天下午那个会 总裁就没来 还真是少见了 可是下一秒 办公室的气温马上就低了下来 原本热闹的会议室瞬间地安静了下来 穆罕宇那堪比明星还明星的挺拔修长的身影 像是一个制冷机 他一进门 办公室的气温立刻低了下来 带着强烈的压迫感 会议室里的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会议室里的人朝身后的乔曼眼神求助了一下 乔曼耸耸肩 一脸的你们自求多福的表情 开会的过程中 每个人说话都很谨慎 小心翼翼的 生怕萤火烧身 但是总裁好像全程都不怎么再现 不是N阿就是O阿 还在警察局门口的夏末 蹲坐在石阶上 这下是要怎么办 穆罕宇手机不接 还关了机 刘露 你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夏末靠在一边的石板上对刘露说 夏末是想着去公司找穆罕宇 他不想他跟着一起去 自己的那些照片在公司曝光 还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自己 这么多年 自己带着小糯米 什么样的风言风语都听过 他习惯了 可是刘露不一样 他不该因为自己受到别人的歧视 以及风言风语 刘露看到夏末的状态并不好 反正我回去也没什么事 一起吧就 谢谢你 但是我想一个人跟他好好谈谈 夏末感激地看了一眼刘露 去办公室找他 他之前跟他说 只要他愿意放了离声 自己做什么都愿意 所以他也不知道 一会儿找到他之后 会不会发生什么 刘露看着夏末苍白的脸 关气地问道 你一个人可以吗 夏末抬眸看着刘露 抿了抿唇 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平静一些 放心吧 离声已经答应离开 我就是过去跟他说一下 他可能手机没电了 你要不要往办公室打个电话看看 说不定总裁在办公室里 刘露问 夏末摇了摇头 他故意不接电话 自己再怎么给他打电话 他都是不会接的 只能去公司找看看了